随着中美之间出入境政策的放松 很多人呢是迫不及待的买好了机票 打算呀回家见见很久没有见到的亲朋好友 这份喜悦呢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但相信呀很多有回国打算的朋友们呢 在选择办手礼这件事情上一定呀是犯了难 随着现在网络的发达 很多东西呀在国内呢也是能够轻松买到的 而且呢价格也相差无几 那到底买什么作为办手礼才是比较好的选择呢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呀就跟着新姚一起来拓展一下送礼的思路吧 最统一也最方便的一站式选购地点呢就是奥莱了 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奥莱呀都是汇集了各种品牌 服装鞋帽美妆家用 可以说呀是一网打尽 而且呀几乎呢包括了各个年龄层 说到奥莱最经典的办手礼肯定呢就是包包了 相信呀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们 在奥莱呀都曾买过一两个包包作为办手礼 如果呢是送给妈妈呀或者是家里的其他女性长辈 其实呢新姚觉得在奥莱买一些包包带回去呢还是不错的 毕竟呀价格的优势呢还是很明显的 不过呢现在国内很多人外出时只会随身携带手机 因此呢大家在选购包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尺寸大小 那奥莱里的饰品呢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手礼 尤其还是送给家里一些年纪不大的女孩子们 水晶的项链呀手链或者是耳钉戒指 那新姚国内的朋友说 现在呀一些城市呢非常流行户外运动风 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户外的运动品牌作为办手礼 这里呢新姚不是很建议买运动鞋 因为呀很容易买到的尺码不合适 倒是呀可以看一下运动的配件 比如说杯子呀帽子呀户外的胯包呀 这两年呀国内年轻人呢很喜欢的品牌鹿鹿柠檬 在奥莱呢就有外折扣产品 大家呀可以选择呢一些好看又比较实用的运动配件 那新姚呀就看到了一些很好看的随身零钱包 价格呢也不算很贵 除了奥莱之外呢我还向大家推荐TraderJose 在疫情前呀我回国时呢就在TraderJose买了一些食物作为办手礼送给朋友们 不仅呢价格便宜 而且呀大多数的食物呢都是有机的 那新姚自己的选购清单里有蜂蜜 护手霜套装 巧克力 水果干 还有些小伙伴呢会买几个TraderJose的环保袋送给朋友们 另外呀一个比较传统的办手礼选购地点就是Costco了 保健品呢是很多人会带回去的办手礼 尤其呀是送给家里的一些长辈 不过呢送给小朋友的办手礼呀 其实也是可以在Costco里买到的 新姚的购物清单里有乐高还有书籍 那Costco里的乐高定价呢会低一些 而在Costco中呀一些给孩子的科普书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书里呀主要呢是以插画为主 英文部分呢也不是很难 很适合正在学习英语的小朋友们 而说到保健品的选购地点呢 其实哈我也很推荐大家去和父子逛一逛 在保健品货架上有很多不错的产品 大家呀可以做一些功课 然后呢再按需购买 价格上呢会稍微贵一点 不过呢经常有折扣 其实呢新姚自己觉得 办手礼呀是一份心意 真正在乎你的人是不会挑剔你送给他的礼物 而更开心的是能够见到你拥抱你 所以呢大家在挑选回国伴手礼的时候 也不需要有太多的负担 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送出一份你的心意 其实呀就是最好的伴手礼了 好了以上呀就是今天美帝巨卫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我是新姚 我们下期再约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們又下 回 partes 我们下期再见 recruit 些人 行 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Whoa